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个卷梅非常厉害的实验包 那你带着这个实验包到矿区到世界各个产区去 人家都会对你另眼相看 卷梅实验包呢 我们当然要介绍这个包之前 要先介绍一下卷梅一个简单的历史 它源自于1908年 到现在有大概有差不多110年的时间了 那它培育出世界上非常知名的这个鉴定机构 也培育出非常有名的这个鉴定室 所以你看到很多的这个鉴定书的后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有这个FGA或是DGA这样的一个字眼 那最主要就是说这个实验包 我们讲公寓散其事必先立其器 所以呢怎么样能够来把这个实验包 在这个基本的这个 你在筛选这个宝石工具前 好好的这个使用一番呢 我们今天请到TGI非常厉害的两个这个老师呢 为大家来做介绍 首先呢这个恭喜俊校 刚刚得到Mary讲的很厉害 那是文宣姐我们从俊校开始了 我们谢谢沈老师 然后帮我们开场 还有介绍一下他JAMMAI的历史 然后我们今天要介绍 他的主角就是JAMMAI实验包 然后他里面打开就像老师刚讲的 就是你到产区后矿区去 基本上你可以所有的手持的装置 里面都已经有了 对然后我们现在来一一为大家做介绍 然后我们首先要讲的是10倍放大镜 10倍放大镜就是我们一般市面上的10倍放大镜 但是因为有一些就是他焦距问题 还有一些对没关系的 就是指名认证就是JAMMAI的 然后他就是附加值 对这两个是一组使用的 它只有10倍啊 因为目的就是JAMMAI希望JAMMAI的教育 他的最终的考试是希望说他就基本带10倍 你就要在眼外在外地里面就能界定出他的真伪这样 好那我们下一个介绍就是分光镜还有他搭配的蛇灯 他这个蛇灯很方便 就是你可以转好你然后的角度 然后可以放在桌子上面 然后或者是你要怎么拿就怎么拿 对都可以都很方便 然后我们这个通常就是光 就是这个分光镜是看宝石的那个特殊的光 就是他那个制射元素 他会有那个他自己标准的光谱 然后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子看的 然后我们等一下再详细就给大家做介绍 稍微小小的这个介绍一下下 这个是其实我还蛮觉得非常厉害的这个光铅灯 很多的教育机构如果你上过的话 其实是一个桌上型的光铅灯 非常的只有占空间 那JAMMAI他这个光铅灯呢 其实是非常的轻巧容易携带的 那我们可以考试吗 就是大家可以知道这个光铅灯 它是一个标准的光源 可以请俊孝知道讲一下吗 因为它这是黄光 然后它是标准的纳黄光 是589奈米的 589 对 没错 好 分光镜 它是visible的 所以当然可想而知 这个visible的分光镜它是从 从700到400奈米 对 就是可见光的范围内 对 然后我们下一个一样是介绍光源 然后它这是白光的光源 然后它比较特别是它是用散射光 它上面也用薄膜散射光 因为我们在观察宝石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用散射光是相对好观察的 对 然后它有搭配就是偏光镜片 就是它是两片偏光镜片 然后它是这样子折叠式的 然后你把它打开之后 它就变成一个正胶的 就是上面跟下面的那个 就是光通过的震动方向是互相呈现90度的 所以它就变成一个正胶的偏光镜 然后可以让你观察宝石的光源 这个其实蛮厉害是最近大家都对CVD的鑽石 也就是我们讲合成鑽石 最近非常多在市面上面已经出现 那这个其实如果搭配显微镜的话 就是显微镜加这个偏光的话 它可以很容易的可以看得到这个特殊的 这个合成鑽石的它的不同的生长区域 所以这个其实非常非常的好用 是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追光棒 这个追光棒呢 它是看那个宝石的干涉图 它是一轴镜二轴镜的宝石 然后通常就是你要就是搭配就是那个偏光镜使用 然后之后找到它的那个 就是找到它的彩虹光 就是它的干涉点 就是干涉图的地方之后 然后把这个放进去就可以看到了 对 等一下我们一样会把你做详细的介绍 然后再来就是第二 就是剩下两个就是老师刚刚有提到过 就是GEM被发明的 一个是那个XAS的绿色镜 CCF专门看 就是各自色或者是孤自色的宝石 在它CCF下面它就是会变成红色 等一下再跟你讲一下它的原理 然后再来就是 最后一项就是 就是伦敦二色镜 后面有写它的伦敦二色镜 但也是GEM被发明了 然后可以看很多宝石就是多色性 就是例如说像壁锡 你在不同的角度上面 你用这个就可以很清楚把它颜色分辨出来 好 然后我们现在从第一个就是从 从十倍放大镜 从从在这边呢 我会教大家一些用十倍放大镜的一些 就是该注意的事项 就是例如说你的手势啊 你的眼睛啊 然后你应该怎么摆 然后可以看得比较久 看得比较稳 然后我们通常就是把宝石夹起来之后 看你的官用手势左手还是右手 等一下会教你一个就是博士集专用的手势 是 对 然后我们通常拿起来 好 没关系 这总是因为稍微宝石小了一些时 那我们可以再给大家准备一下这个 对 好 来 好 你把它加好你的宝石之后呢 对 然后如果你是在桌上的话 如果你是坐坐着你前面有桌子的话 记得把你两个手肘左手右手手肘 靠到你的桌子上面 然后 然后这个呢 你看你要 如果你的手指头是够放进去的话 可以放进去你就放进去 如果不能放进去的话 你这样子拿着就是 就是你的拇指跟食指这样夹着也是OK的 然后记得 我们如果是拿放大镜这个 就是靠到我们眼睛这边 就是颧骨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就是把你那个 就是你要观察的宝石 然后放过来之后 然后双手放在一起 这样是为了增加你的稳定性 然后你这样调焦距的时候 才不会就是突然之间焦距就跑掉 太大或太小 对 然后我们就可以这样看 然后在看的时候呢 我们眼睛就是呈现放松的状况 然后就是看它 就是如果你是有办法两眼睛都张开的话 这样是比较好的 因为这样的话 你可以长时间的观看你的宝石 不会因为闭着那眼睛会觉得太酸 对 如果没办法的话 其实我们这样如果看一下的话 我们这样闭着也是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可以练习一下 就是两只眼睛都张开好了 建议是两个眼睛嘛 OK都张开 然后如果是 这个是一般的方式 然后如果你是在野外的话 或者是说你是站立的 例如说我们到市场去 留在看宝石 所以我们站立的时候怎么办 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双的手肘呢 然后收到身体这边来 然后就是固定好之后 一样刚刚的方式 然后就是你放大镜那只手 就是靠着你的脸 然后这只手这样拿过来 也是这样子看就可以了 对 因为主要是你从你的手肘 就是先固定好之后呢 然后在你两只手的支点 这样靠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不容易跑掉 然后你的焦距就是 比较不容易模糊 可以看得比较清楚 对 然后最后就是 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博士级在使用的方式 就是通常他都是 因为博士他通常就是需要用一只手做工作 然后另外一只手气他都一直在写字 所以我们通常都是会这样子拿着 没错 对 然后这样子拿着拿好之后呢 然后通常他都是这样子在用 对 这是比较专业的 通常都是 已经学过保持学的人 没错 他比较做一些报告 是 对 然后还有就是 好 就是我们进入下一个 就是 教你大家怎么使用分光镜 对 分光镜我们通常 就是用这个蛇灯 然后把它打开之后 分光镜的方式 通常两种 我们一般 最常使用的是 直接使用透射光 透射光就是直接把保持 放在上面 然后 然后我们通常这边会有一个是凸的 就是这边是木镜 然后这边是靠着 靠着那个就是捏宝石的那边 然后这样放着 然后你用手把它捏着 就是防止其他的光源 除了 这个 这个光线灯给你的光源之外 的所有光都把它封住 然后 因为这样要确保 你看到宝石 然后 你看到宝石的光是 只有是从那个光线灯 给你的光 然后就是 这样子看 然后这样看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就是 因为它是彩虹 彩虹色的就是光谷 然后它会有就是从红橙黄 绿蓝紫 然后你可以看看说从哪边 就哪边有吸收 就可以知道说 它是 例如说什么制色 例如说铁制色 它可能会在蓝区或紫区 它会有吸收 然后如果是 如果是 如果是个的话 它通常会有三个吸收区间 例如说在 红啊 橘啊 然后蓝那边 它可能会有 就是会有那个吸收区间 然后就是一般的方式 然后一般的方式就是 通常就是可以 都可以通用 然后如果你碰到一些 就是例如说 它这颗宝石不透 然后你又想要看的话 你这样子直接放上去的话 它都已经不透了 你就很难看了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我们通常都是 因为我们GMA会送一个 就是这个 就专门在插宝石的一个布 然后你可以把宝石放在 布的上面 然后你光直接这样子打 然后你这个往这边靠 对通常就是 因为我们就是会有 它会有陆射角跟反射角 你通常就是你的 你的分光镜要尽量靠近你的宝石 因为这样就是避免 其他外面的光源 进到你的分光镜里面 然后这个就是调好角度之后 你这样子看 这样子就可以看那个 就是不透明的宝石 然后给你的光谱了 对 因为它会打进去之后 它会吸收一些 然后再反射回来给你的时候 因为我们就是看 一样就是跟这个原理是一样 就是因为它被吸收掉 所以进来分光镜里面的时候 就是它那个区间 就是会没有颜色 一样是变暗的 是一样的道理的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 剩下的 剩下的手持仪器 我们交给奇光 帮我们继续做介绍 好 这个部分其实在我们宝石水里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选择信息收到这个原理 好 来 接下来奇光 好 大家好 接下来我要替各位介绍 要操作的就是偏光镜的部分 非常重要的一环 是的 然后我们在使用这个偏光镜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就是准备好你的灯壳 以及你的偏光镜 那我们在使用当中的话 我们 Gemmei 其实很贴心 因为其实如果你去买坊间的偏光镜 有时候它不一定是正教的 但是Gemmei的话 它直接立起来的时候 它就已经镜片 彼此是互相呈现正教的 正教 好 那我们把这个偏光镜立上去之后 我们必须要来确认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宝石必须要有一点点 就算是一点点也好的透光的状况 不能够挑选一颗不透明的宝石 这样子是无法操作偏光镜 也没有办法得到正确的结果的 好 那我们这一颗很明显的 其实是有部分透光的状况之下 我们就可以把它摆上去我们的偏光镜之上 好 那摆上去之后的话 通常我们会使用镊子 因为你的手指可能比较粗 没有办法灵活的去转动这个宝石 好 那我们转动宝石的时候 我们大概要立起来一下之后 我们试着大概你可以慢慢的 也可以快速的转动它 然后看它里面的光影变化 那会有几种结果呢 首先如果说是看到全暗的话 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光学各项同性 那它有可能是立方精细或非精子体 当你如果看到这个宝石 不是全暗 而是市民四暗的时候 我们会认为它是光学各项异性材料 也就是有可能是一轴金宝石 或者是二轴金宝石 那如果你看到一颗 像这一颗就是这一颗 很特别 它不是全暗 也不是市民四暗 而是一种不规则的暗带的时候 我们叫做AEE 也就是异常消光现象 这颗宝石就是因为它是琥珀 它有呈现这样的效果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知道 它是一个这样的状况 那还有一个状况是全量的 譬如说多精子体 也就是我们现在坊间 常常会使用的一个宝石 就是翡翠的话 你可能在这个偏光镜之下 看到的结果是全量的 所以大概这几种就是 偏光镜当中可能呈现的一个结果 那更多详细内容 请一定要来上课 没错 好 接着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原理 有点类似的 是什么东西呢 也就是刚才讲的 倫敦二色镜 它一样是偏正片 但是它偏正片很特别 它不像偏光 是取上下放置 它是同样的一个平面上面放置 但是它彼此之间的振动方向是不一样的 那这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我们的宝石摆上去 这个灯盒的时候 你这样子一边转动你的二色镜 以及你的宝石的时候 你可以发现它会有不一样的两种颜色 同时呈现在这个镜片里面 或者是某些宝石会有三种颜色 这就是我们到时候上课的内容 会交出你的二色性以及三色性 嗯 好的 那接下来最后一个我们要介绍的内容 就是所谓的XR是绿色镜 顾名思义 它有绿色的功能 就是表示这个镜片只允许部分波长通过 那这个东西最大最大的好处 在最早是用来做什么辨别呢 就是祖母绿 因为祖母绿是一种很特别的宝石 它吸收了城隍区域当中的光线 嗯 但是通透大部分红色区域的光线 所以通过这个宝石 祖母绿这个宝石 通过这个XR氏濾镜的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发现它在这个XR氏濾镜 里面看到红色 那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XR氏濾镜必须要靠近你的眼睛 这样子的话你才可以得到一个正确的效果 嗯 好那就是我们今天基本上仪器的基本操作 谢谢大家 好非常的谢谢两位 那其实呢 这个还是要跟大家这个宣导跟呼吁一下下 就是说我觉得保时玄呢 最终呢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来亲自体验一下下 那最好的方式就是真的可以清理这个我们的中心 TGI的这个中心可以亲自来学习一下下 那有一些简单的工具 其实可以很简单的帮助你去做一些些这个买卖跟建设 好再次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